凉屋的16年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也是老演员 但是其实年龄还没那么大 人生开始早 二十年之后的宝强是什么样子 二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 特别帅气潇洒的一个老头 特别潇洒 留着胡子 穿的挺红的 白的 你知道吗 我不会穿暗色的 挺有型的老头 有肌肉 还在拍电影吗 会啊 但是可能会少 不会那么多了 其实有时候你在一起想 一个人的 就是你成名其实已经挺难的 从一个末误物馆到成名大家所观众 你的作品能到那时候 就挺难的 而且再加上你这么多年一直以来 一直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进行当中 做到今天那时候 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更难 就跟你爬山的时候 你又往上爬越难 对刚开始吧 你还还就是 大众还还挺 机会还挺多的 你这个方向那个方向 你都可以使 你都越往上走的时候 你速到的角色 也多了 那时候 越往上再去突破 就是非常的艰难的 你觉得现在要去突破 你用什么方式来突破呢 你到今天我自己可能是困惑 好的导演 好的局本都是有数有限的 对啊 也不是不可能每个哪个戏都适合你 你不能一直在等 等别人来找 那我自己要靠自己去创作 然后要有自己的团队 你自己想拍什么摄像机的 你自己给自己机会 所以说你比如说现在的少林寺 其实我就是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创造的机会 再回过来 我也很感恩 我感觉我自己确实很幸远 那么我不能去辜负了这种幸运 必须得成为一个更好的创作者 我不仅说只是演员了 在你这个过程中 现在增长的是什么 就是人物 我觉得人物还是有魅力的 它的整个过程成长 这个里边所表出的 它挺那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也不太过意的深刻 但是它不能没有 你要是没有的话 你会失去这个里边的核心 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呢 包括你自己是怎么理解 一个人物的过程 从小在少林寺的生活 对这个理解各方面的 还是那时候是比较单纯的 那练舞可能从从吃苦的经历 你也能学的一些 那到了这个真正的来到北京的时候 开始经历了 一些你很 你往前走也没有方法 你身高也不高 练得也不是很好 长相也不是很出众 也会被人经常排斥 这种就是我自己有一次 是在北京 自己生了很多的一个疹子 住地下是潮湿 也没钱去看医生 都是用针调破的 好像说真的是没钱了 一分也没有的 我像朋友借也借不来 到时候借变了 也没借来 还是最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我说能不能给我借200块钱 然后后来看到这封信呢 家里就开了一个家长会议 我哥我姐我父母都在 开始说孩子在外面 没钱但是寸步难行 完全也得想办法 我爸偷偷就借钱 借了300块钱 给我放里边了 后来我爸就写了一封信 就说强知道你在外面没钱 村步难行 但是家里的真没钱了 你哥借我混都借变了 像这种油盐酱醋 都是在小卖铺记账 真的是借偷铺的那场 你在外面这个钱 你省着点花 该花花不该花别花 都是爸爸不好 没有能力找好你们兄弟姐妹 你也别怪父亲 我从来没有听我爸说 郑主长我在心里看 眼里都湿了 一天没出门 一天没吃饭 哭了一天 无这辈子 因为我对我爸 那是那种 就从来对他 没有说有个好感 是那种 从他之后 哎呀我父亲这么 就觉得柔软 就说这种 我心里的 就是父亲对的 孩子的爱和母亲 对他都是不一样的 表现方式不一样 表现方式不一样 那邪铺铺 真的是说 我相信每一个人身上 他的内在 都会有另一面 但是这个你从来 没有发掘过 你也是从来不知道 他可能更深一层 对 只是说有的时候 你在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作品 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让你把这一面 给展现出来 是不容易 真不容易 你感觉怎么样 你就在拍了一篇 亲眼 做半天做不了 大部分就在等 是啊 因为我是从亲眼过来 我知道 亲眼没事 老是逛大街 老是需要的 后张两声 看就过来了 不叫了 就在那边晃荡 这一天很难熬的 很漫长 没你啥事 需要的就是逛逛街 晚上站一站 好着 经常在一天一天的荒废 没事 然后跑到过来 然后再回去 再回来 再再回去 反正就是 你就在那边来回晃荡 转 就那边 这是你的活动区域 就是活动区域 能挺下的还是很难 我觉得能挺下 很多人就放弃了 真的是很难 很多人都觉得我在北京 根本生存不下去 他说你还挺能耐的 一直能坚持下来 都以为我很早就已经离开北京了 我在现场那些小伙子们都说起你都是给他们一种莫名的希望和鼓舞 其实你想想你给大家的很多人的印象和感觉 其实也不是一个演员 也不是一个 我觉得对方来说很像一个他们这边的民间的英雄一样的感觉 就从我们一次边出来 然后其实跟这个职业都甚至都关系 有部分关系也不是那么大了 好像是带着一种符号价值 人生的是这样的 有这种可能性 其实我觉得不能扣帽子也好 那是他们给我扣帽子 我自己一定要就是自己不能给自己扣任何的帽子 不能去贴任何的标签 你这样你才会有更大的空间 不是为了空间 创造个帽子自由 其实电影这个东西 我还是就想 就是理解 就是这么说 就是喜剧片 就是喜剧片的一种规律性 艺术片又艺术片的伤一片又伤一片的 但是又在这个规律之内 但是你又得一样 跳跃 这个走出来 也不能完全给你局限的人 加点自己的新东西 对 新的东西是打破 又不能说完全的是乱来 没有规律性的又不行 对你来说 你自己觉得 如果是作为一个导演来看 你想做一个 你觉得你对他不足是什么 对他不足的 不足 我肯定有那一九 别说 自己知道 都到了小时候看上一四的地方了 可以说了 你比如说这个 世间上 比如说我的经历 没人得理解成长 你看我那时候 从来在上一四长大 然后步入社会的时候 就是最低层的 这种就很难去接触到 在那时候你可能是像吧 说复杂性的 对吧 还是多面性的 怎么来呈现 就是更有细腻的那种力量表达 但是即便实现不了 也是你的方向和你的目标 你每天你也许有一个念想 其实我觉得我跟你介绍两次 其实对我挺鼓舞的 你也鼓舞到我了 我还挺期待你一个变样的样子 把这些都去掉的 我也挺期待的 但是我也一直是 其实很多声音都会需要时间 就像我当天别人说 我根本拍不了电影 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也没有这个天赋 你长相也不知道 你拍不了电影 然后干群龙演员 我那时候个儿有矮 不是所有的习毒照 除非大场面 让我去冲个树 一天挣个15块钱 别人挣20 我挣15块钱 人家嘲讽你 嘲笑你 人家也没有错 因为你那时候 那个状态哥们 你没有值得 人家哪一地儿 能看你能成功 你说他们有错吗 他们也没有错 人家说的也很现实 但是我那时候 那时候越艰难 越苦的时候 就会说了 做梅梦做得也好 所以你说梦什么 你说说 全是梦到自己 全是武打 我不会觉得 我自己去拍一个 什么喜剧片 我也说没有这些 全是武打片 自己很能打 但是你觉得这个梦 就是特别真实 你不会觉得 在梦礼拜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是梦 会醒了 你就感觉很有力量 很有劲儿 等于是又积蓄了力量 然后又可以面对新这一天了 对对 就是很有劲儿 跑龙道 跑了三年 四年吧 结果出来也算是比较快 对 你属于很快的了 很快的 你给冯小刚导演 刘德华 葛优 全是一些 那时候晕掉了吧 晕掉到没有晕 就是觉得睡不着觉 就是天怎么还不亮 天天会看着那个窗户 怎么还没亮的 睡不着 接着真是睡不着 再到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 我阿姨之间大家都知道傻歌了 别人说你只能演傻歌 我觉得呢 因为他们说这个 我就不 我就真的只能演傻歌吗 我觉得真演不了呢 你比如说有一次 让我去客串 一天给我好多钱 然后我跟我妈说了 我妈说你去啊 你怎么不去 我不是说的啊 他一听到这 因为你在农村乡下 你说你客串 就给你这么多钱 一天 两天的 这么多 我说我不去 我说以后啊 我会给你赚更多的钱 那时候就是拍过天涯 我得拍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的 没拍个士兵手机 我说以后会赚更多的钱 你得克制自己 控制住自己 对这个金钱的欲望 你怎么克制自己 你怎么控制自己当时 那我自己在想 当然我是很幸运 无装无打的 就是这样蒙着之后 自己又来到 来了 但是又感觉到像是梦幻 因为你 真是像出来的 你还就是得学专业的 专业的这种学校出来的 你会有自信 我没有这个条件 那我觉得更不能被别人的 这个带着我去走 把我给框着我给举现了 我给我自己永远是放开的 那我经过这几年的事实证明 我自己做的是对的 首先第一点呢 我就说我拍了天涯屋子 一些喜剧演 我也拍文艺片 对啊 哈斯素先生也好 还是说 我很喜欢舒先生 还有天竹顶啊 芒景啊 本身我就是 其实是从文艺片出身 对吧 你就是文艺片出身 就是文艺片出身 而且你讲李扬 韩依杰 老贾 都是多好的 对啊 那有时候你说中国演 好演确实是挺多的 但是真是像我 你能演文艺片的 又可以演商业片 喜剧片 舞打片的 那还真不多 仔细找去想想 我觉得我还挺悠性的 赶紧喝一杯 谢谢 其实人有时候 真是 对吧 一想我觉得 我还是多功能演员 我觉得挺 再一个就是像 其实我自己经常过 就是人 人啊 这个自信 也是需要自己 给自己自信的 不在于这个 这个环境 也不在于别人 在于你自己的心理 就像我小时候 在村里放羊 在满天爷地里的 干农活的时候 有时候 你自己去想象 自己的未来 像明星啊 或者那些 像李延连的 少林寺啊 挺遥远的 但是觉得自己 又比自己的心理上 感觉又挺近的 对对对 其实生活中 经历的 各方面的 其实给这 都是一点一点的 对 都是对你有 未来 都是有帮助的 你要是不开心的 或者有什么困难 是自己给自己 一把锁上的 但是这个锁上 别人给你打不开 只有你自己 就是物 物其实就是一把钥匙 比如说我那时候 第一次拍《孟静》的时候 但是那时候 我对这个片子 我不是那么喜欢 你问啥 是一个小孩 农村的小孩 干嘛 那我不懂 我就是想拍武打片 对 就想 很勉强 就拍这个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演啥 也不知道我说啥 导演就让我去了 真的那时候 也没过剧本 也没告诉我 让我干啥就干啥 人家没说好好演 或者怎么样的 就说你把生活中 最真实的 搬上去就已经很厉害 你不需要去演 我说拍这种片 谁看的 就农村 给我生活中 太像了 太像了 这种片子 也不用打 也不用那什么的 但是回过头来 现在回过头来 那个是非常可贵的 你把你生活中 是原生态的 这东西 搬到荧幕上 这也是一种能力 是 后来人家演艺多了 我就自己老是反思 其实 你说方法 其实我个人在 我自己真的没有 没有方法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一想这个人物 一想这个故事 我自身 持续有这个感觉 就是很多时候 表演这个东西 演戏 你怎么理解表演的 你有什么技巧吧 有什么 就是把生活中 最真实的搬上去 就已经很厉害 就是一种感受 到这儿 这个话呢 你有点 你这刻意气 你说不上的话 你就不要说 就哭不出来 你就不要去哭 你这个剧情感觉 你到那了 你就得真哭 就包括说词也好 还是演戏也好 我永远就是 不会把词背得 那么那么的少 那个模式和固定化的 我也不知道 那个词会用 一种什么样的 感觉方式说出来 所有的每一场 每一种对话 你的眼神 和你的行为 你的直体 都是要是真实的 下意识的 无形当中 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想相信自己的本能 什么种意义 感受和本能 就是你把生活中自然而然的 你吃点东西 我这一天一直吃着的 我也第一次在这个海边 这么吃火锅 很开心吃的